T1今年这五支球队 我分成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就是我认为中信特工 也就是上季的总冠军 他是第一个层级 他整体的实力 洋将的配备 尤其是本土球员 应该比较起来 他是最完整的 我觉得他的补强 有点做得非常好 他有一名来自欧洲的厂人 杰卡 他有211公分 36岁 很有经验 他的外线能力 他的身高 他在内线的侧应 我觉得比起克利斯 或者是比起爱德 都不会太逊色 所以你看 他也越少越大 那至于他们的201公分的 前锋型的洋将叫做飞克 有体能 有爆发力 但是外线投射并不是那么稳定 在整个中信特工的球队里面 我会觉得 飞克的重要性并不是那么大 在T1这个联盟里面 我觉得杰卡 他211公分的身高更重要 杰卡在内线的高度跟他的经验 还有他拉开空间的能力 他一点都不输给爱德或输给克利斯 对 所以我觉得飞克他在整个中信特工里面的角色 随着赛季的进行 我觉得他会越来越没有存在感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基本上他的体能爆发力 他的拼进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他的投篮 尤其是你要作为一名进攻型的主力 如果你的外线不稳定 你的进攻得分的输出没有平均每场25分以上 20分都不够 我觉得他很难跟这些像杰卡 像克利斯 像爱德这样的洋将竞争 所以我对于中信特工 我认为今年让我预测T1联盟的总冠军 应该就是中信特工 T1聊完了 该来聊聊P-League 今年P-League 我预测总冠军赛的组合就是国王对富邦 因为新北国王第一个林素豪加盟了 我觉得他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变 对最大的改变 有了林素豪我觉得 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最终的总冠军就是国王 因为富邦第一个他的本土老将都在退化 包括张宗宪林志杰跟蔡文成 那他的两大核心的洋将 不管是赛瑟夫还是辛特利 也在打七折八扣 因为他们的稳定性不如以往 以往他们在一个七战四胜的比赛里面 他可以打五场 甚至六场 水准以上的好球 可是现在辛特利跟赛瑟夫 我觉得他们在七战四胜里面 他大概能打好的比赛 大概剩下两场到三场 我对于新北国王他整个经营的策略 跟他还把杨静敏 38 9岁的老将找回来 或者是维持Quincy Davis 在球队里面的分量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已经拿下了林书豪 他上个赛季 在钢铁人平均就是26分 8篮板8助攻 他不只是一个洋将等级的华一 他是一个超级洋将 你有了林书豪 你整个战力加持 第一个 第二个 你已经有双洋将 你有双华一球员 林书豪林书伟兄弟 你有双洋将 你有足够的本土球员的阵容 说真的39岁的杨静敏也好 好像Quincy Davis也是39或40岁 差不多 这名华一的 可以当本土球员用的规划球员 老实讲已经没有必要 不需要积极去争取 他们回到阵容里面 我觉得一支职业球队 不管是气度 不管是格局 你必须把视野放远 39岁大概可以 差不多可以退了 尽管杨静敏的事情 是牵涉到个人的私得问题 在NBA也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他可以继续打球 但是毕竟他是39岁 你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可以用 你必须给年轻的球员机会 而且说真的 新北国王又不是阵容不好 他上个赛季已经打进了总冠军赛 他插林门一脚 就可以击败富邦勇士 把富邦从王座拉下来 我觉得对新北国王来讲 竞赛场次 这两个球员 Quincy Davis 并不是重点 两个人能不能如愿回到阵容 也不是重点 你的阵容已经够好 教练的执教能力 我觉得这是蛮大的重点 毛嘉恩你应该听到了吧 Coach Ryan 对 我觉得教练的能力 比什么都更重要 不需要为了这个竞赛 还在觉得说好像不公平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 对 对 checks 明朝 есть 有特定 说明